反正方法很多啦 第一個我們就怎樣 串接 那串接的方式如果你用最簡單的方法的話 其實有一個 自串累加的技巧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and這個 and這個 通通把and在一起 通通把他串接嘛 串接之後的話 那這個儲存格打過之後就是怎樣 這四個儲存格的總和 然後下面的儲存格你可以怎樣 因為他 等於什麼等於上面 and什麼呢 and他右下等於是 跟正要應該 這樣子的話然後全部我們就把這個先取下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做完之後你看 向下填滿 填滿之後下面不就是本來四個儲存格就會變一個儲存格 那一個儲存格之後的話我要怎麼把這些全部串在一起 其實接下來的話就是怎樣 這個就是先 等於 這個是一個串接的一個技巧 這個 等於1萬就是他自己 那下面這個的話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f1 再and 哪一個呢 他的左下的這一個 這兩個把它怎樣 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這兩個串接在一起之後的話 這兩個再串接 最後串接 所以呢底下 你只要做兩個對不對 底下就直接向下填滿 這個就是等於是全部的 為什麼因為 這個是自己嗎 他再跟他串 跟他串 串到最後 就完成了 對不對 可是呢最後 串接之後呢 這個是我們最後要的一個 結果 可是呢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裡面呢 有那個什麼呢 有空白的部分 有沒有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什麼 空白的部分去掉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最快 實際上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我們的講義裡面有講到 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 Substitute Substitute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 在下面這邊儲存個號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 變成 這個裡面的空 這個只要空白 我要把它取代掉 通通把它移除掉 那你這邊的話 如果不用取代 像這邊上面有個什麼 尋找取代 其實尋找取代 其實也可以取代空白啦 只是說如果我不這樣做 我一定要用函數來做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 在下面這個 儲存哥下面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一個 其實在文字函數裡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打一個關鍵字 在上面 各位有沒有利用 這個 關鍵字 函數裡面有沒有取代的 你可以怎麼樣呢 打一個關鍵字 他會幫你把什麼呢 有取代功能的 函數列出來 你這邊可以按一個 開始 按開始之後的話呢 底下你會發現呢 有取代功能的 通通列出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有沒有 就是substitute 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說你忘記了 哪一個函數怎麼用 你只要記得 keyword 關鍵字 打在那個 搜尋函數這地方 他一樣可以讓你找到 只要有取代功能的函數 都會 被列出來 那其中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的 好了之後你按一個 確定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substitute裡面呢 它會有四個參數 那其中呢 第四個參數是 可以不用 沒有沒關係 那首先第一個是test 其實顧名實譯 你要 尋找的 字串 test一般就文字 你的字串在哪裡 那就是這一個 那你要 old test 是說 你要 有沒有 要被取代的文字 那什麼 我們要取代 什麼呢 空白對不對 那空白特別注意喔 你有幾個方法 我印象中你 按個空白鍵 是 可以 你 有幾個方法